那大家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較晚處理這個直播的設備 那我們正式的議程是9點40開始 9點50嘛 那想說現在有些時間 我的麥克風 喔好大聲 好那我們還有些時間 那我們就是先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我想很多人應該是第一次認識我們社群 或者是第一次來到這裡 那這個活動其實是開放文化基金會 那歐斯亞他們辦 那開放文化基金會是在好幾年 十多年前就開始自律推動台灣的開放資料 所以它不限於農業 它是各種開放資料 它都會有一個專案 或是有一群人去認領他們那個領域的開放資料 然後去做推廣 那我們是農業開放資料社群 然後英文簡稱叫呼法 那我們是2020年的時候 當時因為有個機緣 然後就跟Coast Cup這邊 我們就申請一個議程規 那第一年半我們覺得效果不錯 好像蠻多人願意一起來共襄市的局 所以我們就一直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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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年第四年這樣 那如果早上有看到這個活動就是要領取那個經驗評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立場 我另外一個夥伴現在也在議你喔 所以我們一成不成就是我 所以我可能 呃大概中間休息或是中間時間 我请小帮手帮我把这个证品拿过来这边 然后我们再做报道 然后大家可以证品 原则上我们社群叫做KUFA KUFA是Community of Open Data for Agriculture 那就是农业开放资料社群的缩写 2020年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办 那时候是 我现在在农科院服务农业科技研究院 稍后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单位在干嘛 那这是一个采访法人 那当时就找了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 叫乙地科技 他们做写法聊天机器人的 他们本来乙地科技原本就是在 聊天机器人的开源社群里面 所以他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寓航 Janice她对开放资料生态性还蛮熟的 我说那不然这样你有经验 我们是新手嘛 他带着我们 然后把这个第一件的conference把它做起来 那后来就陆陆续续有邀请了农业资讯 资通讯领域的业者 比如说像是蜂巢数据 或者是这个是优有数据 那在前前年吧 去年还请我们又找了高雄市农业局做高雄农来讯 它也是一个开源跟共通资通讯平台的一个专案这样 那我们也请他们来说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个高雄农来讯专案里面他们在做开放资料推广上遇到的一些困难 都是现在的成果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就是说当时2020年办的契机是因为那时候正在推智慧农业 那智慧农业大概近年就推了 应该超过不知道超过十年了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是说智慧农业当时我们也四年前在推的时候 一开始是设备嘛 那个设施 那设施农民也觉得OK啊 设施可以帮助他减少这个赞损风险设施他也做了 那再来就是设备嘛 你要成功就要机械化 就要自动化 设备他也买了 那再来就变成说我们要大数据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们3G 4G 5G到IoG 感测设备他也买了 每个农民到现在里去很多农场 只要是有品牌的大型的 大家都自己都说我有sensor 我有气象战 自己还有一个战情中心 那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思考 那战情中心到底可以对农民有什么帮助 农民真的他的农场管理责任会坐在战情中心里面 然后看说哦这个下一个月要丰收了 那我这个月少要调整采销调节 会不会确实确实是会这样吗 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推广力道有限 不是每个大中小型的农民都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 去建构这样子所谓智慧农业的一个农场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推资料 资料是比较容易取得的啦基本上 那我们再来我们就觉得说有这么多设备感测器 你说的资料到底资料你有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价值 那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找人家来帮你分析资料 那这时候就遇到问题嘛 我A农场的资料我可不可以给B公司做分析 B公司真的可以很轻松的拿到就立刻做数据分析吗 还是他需要做一些清理或不要总法规格化 所以2020年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 那2021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智慧农业 2020年我们已经讨论有人对资料有兴趣 那这些人都年轻人大部分 我们讲年轻人就6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啦 所以我看大家应该都还算年轻 那我们就发现所以资料确实是可以有机会让年轻人留在他的家乡 发挥他的一级资产嘛 所以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把主题定在地方创生上面 那也是那时候我发挥他们投入很多资源 所以就用这样的题目 那2022年的时候就就又再稍微调整一下就发现 这个不论是智慧农业啊还是地方创生 很多所谓新创年轻人回乡 大概在2022年就差不多要退了 他可能就发现原本是半农半工程师 半农半鸣什么什么的 那后来可能就是那个楼就没了 他做农就是兴趣 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2022年去年的 去年的时候 去年吗 2022年 现在到2023年 对 去年的时候我们就重新把前两年的讲者 又想把大家抠回来 然后我们来讨论说 啊大家现在做的怎么样 还赚钱吗 还在吗 这样子 所以讨论的比较多的是 产业上 资通讯业者啦 或者是设备业者对于 他在推广的时候 或是他经营的上业策略 上是什么样的方向 那前面这三届的讲座 如果你有兴趣 你们应该是可以在Costcard的Youtube上看到 我们全程的这个直播录音的这个档案 就是还在 那今年因为呼应这个检探 其实原本没有要设定这个主题了啦 只是我还想说 他怕他没有人没有人来听 所以就 因为我自己的业务啦 我们自己业务 我现在自己是这个 温知系盘查查认识 然后我们自己就发现 然后我们自己就发现 争取一些近邻相关的政府补助 又或者是他想要通过近邻这个议题 去争取上下河 他下游 下游厂商多开发 眼这个业者来采购他的财民 那个是有帮助的 那相对那个没有做数位的 他会比较困难 困难点是什么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说 所以今年2023年主题 就会是定调在数位跟减碳的双手转型 那今天的议程就是其实蛮早的啦 就是一整天 那上午的部分到12点半 大概都会是跟 我自己是跟减碳精灵比较有关系 那接下来就会是这个 农来训的负责人次任 然后他又跟我们讲一下 高雄农来训 他们现在在做的开放 开放资料的间接 然后跟他们觉得说 这个这个状态跟减碳精灵 可能未来有什么样的衍生 因为高雄农来训 是高雄市政府农业区 所以他必须还是要呼应 市政府的主要的这个真正方向 那中间还有一个蓝牌物业 那他是 你就把它想成是 借接高雄农来去API的业者 所以他们也是相对 在减碳精灵上 可能未来有一些想法 所以上半场 一部分 比较偏向减碳的精灵 那大家如果想听数位 或是开放资料 或是资料整合 或是说数据应用的话 那就会在下半场 1点半到4点 那所以我们4点 1点半到4点 中间有一个比较 最后面的比较特别 他是一个农场地理人 他叫崔町 在桃园 那他 他自己有个小小的 这个工艺网路公司 他本身应该是做 团购平台的 那他就跟桃园在地的百大金融合作 由他去帮他做行销 跟推广 那他就使用了 早期又使用以利的表现机器 那后来他们现在应该有 用其他的数位方案 那这个部分也是 大家如果有兴趣 想知道说 阿农民到底想要买什么 买哪些 哪些SARS 这个就任问他 你大概可以获得蛮多的 蛮多这个领域的这个经验 那我现在时间是10点嘛 好 那我大概 我不讲到几点 我要讲到10点半嘛 所以我可能语速会快一点 那我尽量就是把大家想听的 简单的部分讲清楚 那留言时间 你只要看 那留个五分钟十分钟 那有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 就是现在你可以 就开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你可以直接留言 那我们等一下 如果你害群 我们可能就看留言里面的问题 那前面就先介绍一下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我们在干嘛 我们不是 原则上我们不是农客院 KUFA他其实就是个社群 是一个没有权力中心的社群 但是有一个劳工就是我 另外一个劳工在印尼 所以他 我们中间这个抽奖活动 正品活动都没有办好 就请大家先见面 我们这个 大家都是佛心志工来的 那既然没有权力核心嘛 所以原则上 大家这个组织到底在干嘛 就是我们每年就是找一些 刚开始起创的这些讲者来 我们讨论一下 大家可以做什么事啊 然后大家互相交流 你最近在做什么啊 我们在做什么啊 未来可以做什么 所以他很适合去固定一个 不是很确定的专案 或是我们大概知道 大概这个补助计划拿不到钱 然后不会有人想做这件事情 所以社群就很适合做这种 没有人想做的事情 就是社群可以做的事情 那做不好也没关系嘛 大家都自贡买的嘛 所以没有压力 所以我们自己发现这个 这个我在法人工作 今年是第六年 我发现这样社群的活动 是有帮助的 就是很多执行专的人 他可能不适合 在一个正式的活动 或是正式的会议里面 发表他意见 可是在社群 他就可以用个人的想法 就是跟他个人 在做执行业务经验 去给我们 给大家 跟大家一起做交流 所以我觉得社群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那我们也希望继续 未来就是社群就是持续 用这样比较chill 比较free的方式 那 诶 我那个 糟糕被抓到 我这个东西 这个讲 我这个投影片 其实拿去台风农员改洋场讲 所以那台风农员场 台风农员改洋场 我讲讲三个小时 所以我要在三十分钟 把它讲完 其实有点压力 那我尽量 那我自己叫做阿财 我姓周 那我以前姓财 财选的财 那大家叫我阿财就可以了 你去农客院讲周小姐 大家会 哪一个周小姐 很多周小姐 那我自己是 台湾上的农医器硕士毕业 要硕士毕业 他学是在周星农医器 所以我 如果大家 有在接触到农医器的 你们都可以叛一点关系 就是两个学校都有认识的 那我早期在农客院是做分析师 做数位资料分析 那后来有 有参与一些AI的工具的开发 那有text mining 跟image 都有 就是影像面试 跟文字探探都有 那2022年 因为我们农科院要 托印农业部 今天还是农委会 往下来发现农业部的政策 所以我们有个农业 进行办公室 那阿财本身就很擅长 我鼓烂嘛 那我就是 好吧那我也去好了 去一下 所以现在在做的就是 溫师器盘查跟 ESP 规划 那做这件事情呢 要有所本嘛 不是每个人 随便都可以去盘查 可以啊 你可以盘查 但是你盘查结果 你去帮人家计算 溫师器排放结果 有没有人相信 或者是你计算结果 你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有沒有办法去 确认其他单位 外部单位 他盘查结果 去确认他那些资料有没有正确 就在考试嘛 就是有这些 我也不会考试 一万 通常是一万四系列 ISO的标准 那一四零六四之一 就是溫师器盘查 六七就是探索机 就是一个产品 就是手机制造过程 从零到用完 到丢弃 我们讲 扭完到坟墓 产生了多少样化碳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 我可以跟大家说明 环保署 就是我们国家 东华米国 台湾 如果 如果说你要去协助 纳管业者 就是这种半导体 水泥钢铁业者 去协助他计算 溫师器理 或是要去确认他 计算的过程 有没有错 有没有 是不是依照环保署 的违反 你必须要有一个资格 叫做环保署 溫师器理 才能的考试 你要通过 你有这个结证明 环保署才认内存报告 所以这个是 跟大家说明 就是 因为你在房间 大家都会看到 很多这种ISO的课程 但是其实如果你要通过 你要成为国家认可 你是必须要拿好保署的证书 那就每次假装 哇塞 哇塞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你是又做这个 有没有办法 年轻人赚钱很辛苦 不是这样这样 描不起自己 很难吧 所以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实际上我们是发现 但资料分析 跟这个 但我 这是我自己的心得 这不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 什么 该大指标 或者一定要这样做 没有 我们自己是发现 处理资料的过程 像我在做文字探勘 或者是 文字探勘完之后 我们做统计分析 那又或者是说 我前两年 去年在做的这个 农业比探影像资料库 他就是在处理 非常非常巨量的资料 那个巨量资料 用笔数的话 可能就是十多万笔 像我做文字探勘 每个project都是十万笔以上 十万笔的这些文字 跟数字资料 我要去做 先做资料清理 然后做数据分析 然后 当然我觉得最困难的是 商业洞察 就是我一开始就要知道 我的商业目的是什么 然后根据我的商业目的 找到哪些东西 是有价值的资料 那根据我的 有价值的资料的这个推断 我去做适当的资料清理 这东西大概一般的工程师 没有办法做 工程师大概就是 放一把资料 要爬回来剩下的日记处理 那 这个是我这个 大概六年多的 这个写案 这个经历 写类史 那影像也是 我们影像随便都是 那个 我们都没有办法 我大概 今年 处理的都也是上万张的影像 而且都是高解析度的 都是HT1080P以上的这个影像 影像资料 那我们就要先想 要怎么样把这些 高解析度的资料 好好的储存 备份 通常以前都存在一碟里 啊 公家机关 最最无奈的是 它就要存在一颗壁碟 好 然后机房人要去 进食去打开那个门 锯出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把它放在云端上 然后我们做一个资料清理的工具 一样就放在云端上 所以任何人 只要你 就是我们联盟通过申请之后 你都可以使用这工具 把你的 这个 手机里面的照片 填里拍的照 上传云端 然后放在国王手心 那 做 上传的过程中 就会逐步的做资料清理 然后无形 无形之中 你就做完了资料清理 做这件事情 好 那 你可以想象啊 我随时都要处理非常巨量的资料 那 温室气体的盘卡也是 比如说 现在在做的这个是国产豆奶 这个你在无形之中 你参与韩国 他们想去计算 从田里面 就是做 是种了一批大豆 把这些大豆要烘干嘛 要选别要烘干 要拿去就是做成豆浆 再拿去做成豆奶 这个过程中 他会累积很多数据 从种苗的数据 栽种的数据 施肥 喷药 收成 栽种过程中出草 然后 然后收成收获 收获你要收获机嘛 那收获机你回去要什么 柴油啊 汽油啊 甚至要运输的过程 他再来就是 你进工厂 进工厂就会有个风表嘛 进货 工厂的进货量 我一批 一批豆奶 我需要几顿的黄豆 那样干豆嘛 几顿进来 那我需要就糖 如果做油糖 我就要加糖 那做五糖比较简单 甚至像这个 你看他这个瓶子 瓶子外面的那个 塑胶带 他也要去计算 还有说这场油墨 因为印刷嘛 油墨 好瓶盖 然后整瓶包完之后 送到他的这个 消送点 配送点 每一个动作 他都是需要记录 要文件化 那可想而知 如果大家跟农业很熟悉 你就会知道 基本上在农民的农场 你是不可能 这些东西 有的话就在墙壁上 或者是在他的本本里面 小本子里面 这个是最惨 好一点的 我有对话记录 这个 我跟 我跟那个某某商行 我这个 今年出货了 我看一下 这个一千箱 那如果你是一个 有组织 有规模 在管理端 你是有所谓CRM 或是所谓的这个 ERP 你说喔好 我就请我们的会计或董众 调的报表就出来 那我们在做盘查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他报表的资料 提出来之后 我们做判算 所以就可以理解 其实 在做温知气体盘查 或是碳图间计算 有这些数位工具的场域 是相对好算的 而且 而且什么事情呢 我们讲钱能够解决的 都是好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常常会有个农民 就咚咚咚咚咚 他才有 它说有有有有有 我都获记 获记 我记在手机裡面 记在本子里面 啊我去年一整年都有记 我说 不是啊 你有记载 啊我现在今年 我一定是派你去 那你钱年在呢 他今天我不知道做这个 我就说那我就没办法 所以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那才是个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跟这个业界 在大老板小老板聊天的时候 我说你如果觉得要做 你现在就应该 你赶快去想办法把你这个管理的过程 想办法变成文件化 那为了让你以后不要很痛苦 还要再请一个妹妹跟郭弟弟 来帮你替代你销标里面 我强烈建议你要嘛就是自己 把它做成报表 要嘛就是就是那个云四景 什么挖狗补助的 去购买一个SARS的ERP 或者CIA系统 那这时候对于一个农场管理者来说 如果他过去他都已经很习惯 他也觉得要不痛不痒 那如果现在要打入这个境内的议题 他就开始觉得要投资哦 你说一年多少钱 政府不如三万吗 不知道今年多少钱 反正他自己评估嘛 我一年投资了 我一年买服务 花个十万块以内买个服务 我把这些资料处理好 那他自己去想想看嘛 划不划算要不要这样做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是 很多时候农民他是有压力 什么压力呢 今天假设你出货给统一超商 统一超商就请他的采购 发一封email给你 我们统一超商现在要做有序的评比 那麻烦帮我勾选一下 你们贵公司有没有符合这个有序的指标 里面就有啦 第一个贵公司有没有撰写ESG报告书 第二个有没有撰写CSR报告书 第三个有没有导入ISO相关标准 然后就六四六七嘛 那再来就是你有导入 那你有没有计算 那基本上假设你今天你的货是要卖给同一种大公司 大家都会很老实啦 因为我们那个法务本经人你如果欺骗他 那接下来你的那个代价是蛮大的 所以他还没有强制要求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听到很多的品牌商就有收到这个信 他们就开始紧张 那所以这个是你要讲违言总听嘛 也是啊就是我们就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啊不做可以吗 没有也可以啊 因为不做也不会罚款也不会有人就是 不会有人骂你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自己评估啦 不是每个品牌商都有需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想做 那确实此时此刻就有这个必要性 你赶快去去建立这样子的工具 所以对我来说啦 我今天直接破题 突然我这张团片放在最后面 就常说简单跟数位有什么样的关系 阿财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早期我们在推数位转型 没有人咬我们 那因为农民不痛不痒啊 我今天我写在笔记本上 我每年还是货还是卖得出去啊 我还是年终会百万啊 我又没有差 我为什么一定要把笔记本放 转成一声党呢 对不对 我说必多花 一年多花个二三十万 找个妹妹来帮我提资料 可是从今从今年开始 当他已经收到这个这个 他的下游就是他的客人 说哎你你请帮我 你帮我勾选 你有没有导入碳足迹的计算 或者是你有没有导入相关 未来的相关导入的计划的时候 他那个勾下去他就有压力了 那这时候他就要去考虑说 我的纸本的记录 是不是真的就要请一个妹妹 每年要请一个妹妹 来帮我批成Excel表 因为是每年哦 你不是做一次就没了 你做你 你答应统一说 好我要做碳足迹 你每年都都要算哦 这不是算一次就结束了 那你要每年花个 不要多啦 四万好了啦 三万四万 基本工资三万 那你想你未来每年都要花这三万去去去去找人来做这件事情 还是说你可能公司的会计 你先跟他沟通一下 请他学一个新的软体 然后来做把公司的这些资料变成数位化 变成一个数位的文件 甚至变成一个资料部的报表 他就开始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现在在推数位转型 我们发现净铃是一个推动力 减碳净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会加速农业的这个数位转型 那不止减碳净铃啦 像前几年这个COVID的关系 然后很多农民 原本以前都不想要 做什么粉丝专业 做什么Live 那个太麻烦了 我这个去摆摊 时间拿去摆摊比较算啊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啊后来摆摊不能摆了嘛 每个人都跑来跟我说 啊猜我要做一个什么网站啊 我要做一个 那那所以我们确实是发现 这从COVID开始到减碳几年议题 有让产业在管理端行销 行销端 那中间的物流端 我不讲是因为物流端 其实它的本身就是制造业 或者是它的底都是制造业 或是工业的这个这个底座 底去延伸出来 所以是物流业的这个数位转型 反而是相对成熟 像我们如果要做一个 我昨天买 我昨天在摸摸地的包裹 我这个手机上就抓 就看得到了 那所以中间物流我就不讲 至少在生产端跟行销端 我们发现这几年 大家比较愿意去导入数位工具 好吧 没有 好那 会有减碳减年的议题 也是因为金管会它有发展一个有去发展路径 它就是要求说 上市会公司 所有上市会公司 就是你赚钱 可是你要告诉我 你对环境破坏了多少环境 或者说你对环境的冲击有多大 金管不要看这个 因为国家的发展方向是这样 全世界的共同语言 这个一个国家 它要展现它的竞争力 它不只是要秀出它的GDP 它还要去秀出说 我国家在制造这么多人均所得的同时 我对地球有多少的冲击 它的概念是这样 所以在金管会的规范里面呢 它就是说 如果你是上这公司 你就一定要去计算 所谓的犯罪一犯罪二 我翻白发也就是能源 能源渐渐排放跟直接排放 那早期它是 这个方法学是从制造那个工业来的 那就是制造业它用电码 那制造业它制造产品的过程中 它需要干嘛 它可能会烧锅炉加热 那又或者是说 它可能就是厂跟厂之间它会有运输 或者是说它制造有面板 和半导体 它中间有很多这个氧化氧蛋的排放 氧化氧蛋那些时候会是气体 所以它就直接弄到算进去 那像畜牧业的话 它养猪养牛 它就会有那个粪便 就会有衣散 有甲烷的排放 那金管管的版本比较简单 那你就把你这个 这个能源间接跟直接排放算一算 那你这个算完结果就像我们会计师 每年都要报仗 自己当小老板就知道 你透过什么 你谁都敢得罪 就是不敢得罪 就是会计 他如果那个铅合 不要也铅合 你报税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大概是这样 就是金管管会就是要求这样的 那根据ISO的标准 ISO是一个国际的标准 就当我今天我算出来 我要去跟其他人做比较的时候 我要沟通 说我怎么算的 你怎么算的 我算算没有问题 或是第三方去查说 你这个算的过程 是依照什么样的准则 那叫ISO的标准 那ISO标准它还有说 你要算你也可以把上下游的这些 你的你制造产品 比如说你制造滑鼠或是手机 你要从上游买料嘛 买什么塑胶的料啊 买晶片啊 买电池啊 你要把它算进去 你也可以不算 金管会的话 你可以不算 你要不要算 那这时候就大家应该就会觉得奇怪 那个碳不是越少越好吗 哪会有那个老板拢呆去多算这些东西 对啊 如果你们会有这个拢呆 这个就是一个商业上的策略 因为我们在讲减碳 碳盘查的目的是要减碳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减碳嘛 那我一开始 如果就告诉大家我没有碳盘 那我接下来这么减碳 在我观察的 这也都 我这课本上都没有写 然后那个老师也不会这样教 你跟老师这样讲 老师一定会说这个人在乱讲 所以我都在唬烂嘛 但我们看到的商业上策略 是这个状况 那怎么说呢 我就问玉山金控有没有上市櫃 有 金控公司有没有工厂 有没有自成排放 烧不烧柴油 金控公司也困扰啊 我也很想写报告啊 我也想要剪台 可是如果你用饭桌一饭桌 我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写嘛 我底部就是电币而已啊 所以这时候就有其他的嘛 好不然你把饭桌三 类别三 这个上游的采购 类别是上游采购导致的运输 下游的采购 类别无下游采购导致的运输 都算进去 甚至其他有的没有 你的特许事业家伙怎么会的 你都可以算 玉山就啊对对对这样可以 那他要剪台干嘛 因为他要比赛嘛 每年都会有个永续 百大永续企业比赛 然后就看第一件事情 早期就看哎你有没有算 啊大家跟我算的时候 就看谁剪台嘛 啊你剪的多还是他剪的多 啊你剪的漂亮还是他剪的漂亮 那这时候他的上游 因为他是甲方 他不太可能要求他的下游啦 这个东西甲方甲方最大嘛 我每次说对对对对 客人客户你说的对 客户是我的天我的地 所以他可以去要求他的上游 提供减碳的依据 或是提供减碳的这个 这个绩效 比方说 我直接跳到这里好了 假设这个就用这个例子 玉山金他原本他的餐厅 就是正常 然后他第一年他就做碳排放 碳盘的排场安法 然后第二年呢他就说哦我要减碳了 所以呢我礼拜一叫做 玉山酥十日 我原本可能就要买牛肉 啊我这是我的上游采购嘛 对不对 上游采购 那我现在把上游采购改成买菜 那我是不是就 菜的这个温世西排放就比肉少 他就可以去说明说 哦我们根据我们在什么文献上 看到的数字 这个一顿的牛肉跟一顿的这个蔬菜 中间的这个碳足迹 会有多少多少落差 所以玉山金控灾 2022年我们减少 我们因为这个周一初十日 我们预计可以减少多少的二氧化 那排放 那就写下他的报告书 所以他不只减排 他还减得漂亮 那怎么叫漂亮呢 他就写下他的ES去报告书里吧 那刚刚有说嘛 嗯在金管会的要求是 除了一定要做 或是系谈谈之外 你要做ESG的报告揭露 E就是环境 S就是社会 G就是治理 那环境部分 你看到我困采的地方是排放 那社会部分 你看到很多什么 在地公共政策啊 然后有个没有得到 乌恩西啊 然后这个 我看我讲 那有一个 一个什么地方 对对当地社区 哦 我采购的蔬菜是 台湾奔土的 某个小农 到底想不想问就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 某个农场 哦 种的蔬菜 我们使用在地的食材 所以他不断 不但他可以去强调 他的排放有减少 他也可以去说明 在S的部分 他去说明他 落实了这个照顾 照顾台湾的这个农产业 这就写的漂亮了 那你说写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有啊 因为我们早期啊 早期这个金管会 或是大型的这个国际级的这种金融建议单位 他怎么去看这个公司健不健康呢 从报表上看嘛 看你的这个税后盈域啊 看你的鼓励 尽力啊 看你的ROI啊 哦 那 当这些金控公司每个人都差不多嘛 像老叔叔出的去年可能 某基加比较突然就是 什么什么什么国泰 00878突然股价暴涨两倍之外 大家都差不多 那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 他就会看E跟S嘛 你同样都赚了那么多钱 你对环境的冲击 如果你可以这样去中环境的冲击 或是你对社会多一点照顾 那他就是 他是一个平均的指标之一 那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衍生出所谓的 是 哦 我现在讲这个DSG啊 我是拿GRI准则里面啦 那他这个GRI准则就是 他是会导入各种国际的准则 像ISO14060 ISO14067 那 这我不确定 但我记得 他应该是 比如说排放 他就会有一个排放的准则 然后是 不好意思 我不确定 我没有办法打你 对他但他应该就是年份的意思 他那个时间就是 这个规则是依照 可能在2016年加进去的 或者是依照2016年的准则 但是 实践答案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我没有认真看 抱歉 对 那原则上这个是GRI准则 啊前面的数字就是第几张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部分是11212 这样 然后环境的部分都会是3开头 然后社会是4这样 好 那也因为 金管会有要求 写业是去报告输文 那里面就有讲到要去做 组织型的盘 组织型的盘点 组织型会是信息采放的盘点 那也因为大家盘点 大家就会去盘说 要求他的上游 就让我们就来发报表 呃发问卷给他的 通常这个是他们采购部门啦 甚至有些比较严格 他就是直接公司 董事会讨论 我们要修采购章程 采购办法里面 要求我的供应链一定要做 导入ESG 或是导入温室气体盘查 或是温室气体相关的 管理规范 这个有些大公司就直接写进 写进他的采购准则里面了 那我们看到的是制造业跟半导体 还有水泥钢铁业这件事情 会越来越明显 那农业的部分可能还好啦 都是叫做自愿性揭露 那意思就是说 你不写也不会怎么样 啊你写了就是加分 那所以也因为有这样子的需求 我们就看到说 大家就开始很紧张了 那我要只知道我的组织 就是我的公司 或是我这个团体 有多少温室气采放 那如果是组织的比较简单 就是活动出去乘以绝 也就是组织排放细数 乘以组织排放细数 好讲完大概就有人知道 在讲什么 好简单来说 组织排放细数 就是温室气排放细数 以台阶来说 一度变就是0.5公斤左右 他要0.51啦 这个数字可能每年都会变 你要看环保署标准的 要慢慢排放 也就是说你今天假设 像上一期的电被你用了10度 那你就是排了5公斤 所以就是你的活动数据 就是有几度 活动数据 然后乘以排放细数 再组织排放细数 那如果是二氧化碳就是1 那像甲碗 那他就是2倍乘以28 意思就是甲碗 它导致全球转化这个影响的冲击 是二氧化碳的28倍 所以他大概就是这样算 那说算的时候 但实际到底怎么进行呢 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去做 重大排放细数的这个列表 就看旁边那个清澈 我就看第一类 第二类第三类 哪些排放 全部说我公司里面 有没有这些排放 有我就写yes 没有就写no 那再来就是每一个 1.1 1.2 1.3 就会有一个分表 比如说来自上游的运输 就是你采购 你就要去看说 你的客户 从哪边运东西给你 你就要去计算这个影响 所以他是 我刚刚说嘛 就很累啊 就想说怎么可能列出来 对 怎么可能 所以实际上就是 第一件事情 公司有没有ERV 公司有没有CRM 有的话就从系统掉 没有的话 我们明年见 因为就很难算 然后我不太可能的话 那早期啦 早期这个验证公司 这个杀了刀刀见骨的时候 只要有钱他就赚 只要有案子他就接 最近是刚好相反 这个市场是 这个供不应求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找大型 稍微稍微大型一点 口碑好一点 那些验证公司或查证公司 他就有点说 不好意思我们查验证的这个 如果第三方验证这个服务 可能要排到明年或是后年 所以如果他发现 你这些东西都没有 那他就跟你说 可能要到后后年或是大后年 所以实际上我们都是 或者优先问公司或组织内部 有没有这样子的工具 可以让我们做收集数据 那再来就是 如果跟萌业比较有关系的话 像验证居里面的这个环境冲击 里面就会有说 那你有没有对生态环境有影响 或是有没有土壤啊 你的这个组织营育 或是你产品在制造过程中 有没有 比如说你如果买了很多蔬菜 那你这些蔬菜如果是 没有厌没有履历的 或是全部都是盥型的 那你是不是在种植的过程中 就会使用很多的农药啊 肥料啊等等的 那他就会希望你跌漏 那这部分呢 我们自己是厌居辅导的啦 做资居辅 就说看你可以直话写 有我有 啊我没有 对 我写没有 你这些这么多写有 那你就说明啊 哦我有啊 我对环境很友善啊 试问如何友善 那如果你今天要把这份报告书 拿去给其他的国家的人看 大家也大概搞不懂 里面国内你有什么 什么礼人什么词心 他也不会管 他说你能符合国家的这个 国家的制度 那就有成效履历啊 游击啊 友善啊 水保局的 林务局的系统就有绿宝嘛 然后保险局就有动物处义嘛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些标章制度 拿进来 好 所以那广告组的话就有解禁标章 所以这些东西他不是你说了算哦 你当然有佐证资料 就是你要有物理性的证据或是文件性的证据 或者是你透过组织内收集员工 对对对我们有采购 那我们采购是跟谁谁谁采购 他说都是要做这个就是要有文件记录 最严谨的就是一定要有文件啊 通常证实性证据大概一般的这个快计公司 四大快计事务所不一定会买单 所以记录记录记录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数位工具有多重要了 那也有很多人都是用手抄的嘛 那自己评估看看嘛 比如说农民那你评估看看你未来 你你都要把它寄到电脑里面做计算的 你要搞个妹妹还是你要搞数位工具 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公园院系统的话 或者是公园院 对公园院工不是公园院啊 经济部工业局 工业局他们在制造业的过程 他们的转型转换大概会是这样 农业通常就我们我们不是碳排大户啦 所以我们我们比较你讲是起步的比较晚也是 但我本来现在的需求才起来了 所以现在的状况大概是这样 大家就会开始在意说 我是不是要去揭露我的温室系排放 好是对我有需要 好因为我的我的客户我在问了 那我就要想一下我要怎么去有效率的去计算 然后并且揭露或是系统排放 你要有效率的计算吗 你总部的都是把你那个笔记本拿出来 然后K&L里面拔 这个也不好吧 你至少少描一下嘛也可以 那还是说你会有一个通常啊 就是找外部的公司来帮我们盘查 因为盘查它要有一个盘查结果 所以我就是要有一个清测很大的尺导标 加上一份研究报告书 就是说我是依照ISO140 如果你是探子计划 就是1467的标准去算 我做自愿性揭露 就是说我算错了 你不要怪我 因为我自愿的嘛 全台湾没有一条法律规定 你算错了要罚你 残销女币验证可能有哦 就是假设你已经拿到验证标准 但是你是提供不实资讯 它会有相关的办法去做符拔则 温世纪牌犯没有 这个部分我一直强调 没有没有 就是你算错我就算错了 那你可能就是下次算算好一点这样 那有效率的计算 那再来呢 再来稍稍严谨的口袋有点钱的 就说不行啊 我那算完之后 就是我找人家来算了 你看这个A公司 他找了某甲来帮他算 他也写了报告了 B公司找了某营来算 那我到底我要怎么创造出差别 那你就去找阿财啊 因为专业的盘查人员 他就他是有需要证书的 所以就是看你找哪个单位 那个单位有没有公信 我帮你去阐出这个报告书 所以大概看到现在很多的公司部门 他能找学校 就比较稍了 要便宜 他学校也要知名度 他就当他的这个盘查 他说本报告书是由某某学校 或是某某基金会协助产制 那他相对而言 就相对而言是比较公信 那这也是一个一加一大有二 这个帮他算的人也是有点曝光 那他自己请求协助的人 他这个成本也会降低 那是一种目前看起来 这个是大概是CP值较高的 阿如果你口岸有点钱 你就找一个第三方公证单位 那当然什么是第三方公证单位呢 就是市场决定 我们台湾好像没有法啦 有啦 还有这个工业局是有一个公告说 工业局认定的第三方位可能是哪一些 他那个是工业跟制造业的 那如果只是一般general的服务业 第三方公证单位就是 搭自由行程嘛 你觉得他公证就是公证这样 那他可以来帮你写一个意见说 对 此分报告书依照ISO14067标准 然后符合这个标准的精神 就这样了解 OK 那如果你口来很深很深很深的 比如说台湿电啊 电啊 台湿电啊 台湿电啊 他就会有 每年都会有一笔预算 去除了找他的 顾问公司帮他做盘查 他也会去找大型的 国际TAF认证的这些业证机构 去做查证 然后拿到那张查证声明书 那除此之外 他除了拿到温室气体的查证声明书 他还要每年去找人做ISG的 这个 呃 确信的报告书 就是找拜登师师傅多多催的确信 所以回过头来 我毕竟这是农业的厂子嘛 我自己是觉得要不太可能 农业不太可能做到最上面 因为那个真的很贵 在光纵温室气体查证 一按大概就是五十万毫不掉 起跳 而且你还不一定找得到人帮你做 那如果是确信确效呢 基本上没有个白是做不到的 那所以就评估一下 那你就说那这个 谁有那么多钱 有啊就跟上市贵公司啊 一百万他还说是九牛一毛吧 他一百万他就拿到一个 永续竞赛的入场券 那他何乐而不为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在做ESG的时候 一定要先 不会你要ESG 还是14064 还是1667 就是探数捷还是问题 先想一下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你是金管会纳管事业吗 未来要上市贵吗 还是说没有没有我 我没有上市贵可是我是工厂 我开工厂 我是环保所纳管事业 那你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要花钱去找财政公司 发证书给我 你说没有没有 我其实也没差耶 我做不做没差 那就自愿系接楼 那你就可以稍微去评估一下 你要花多少的钱来做这件事情 预期的效率多少 这个案子做完之后 可以帮助我们赚多少钱 这个我自己都是这样子在跟科目 科目交通的啦 那当然有另外一个就是取得环保署的减碳标签 就是我们刚刚讲 10.67碳足迹 台湾也有一个标签叫做就是脚丫子 那那个脚丫子就是环保署认可的这个查证单位 他可以去查验这些案子 然后这个验证公司就会说 哦对对对你的这个有这些麦克风 假设碳排放是一公斤好了 他就没张证书 这样证书就大概50万 那你就拿这个不算撑出去 用环保署申请碳标签 然后一盖在上面 所以你看早期 现在那个水统一卖的矿 不是统一全家卖的矿泉水 他是有碳就是有脚丫子的 那这个早期很多都是政策推动的成果啦 就是说环保署他为了要推动这种减碳的解释 下面减碳标签但是 基本上没有水质的标签是有没有办法 因为今天有但是 今天来说有些 对对所以他有一个规则啦 就是说减碳标签他 他是说你 哎糟糕不好意思 我今天脑霧我都忘了 就是他减碳标签是有个年限 就是碳标签本身有年限了 三年还是五年 我有我现在也没有忘记 然后你你第一年申请碳标签 然后你第二次第二次就是要申请减碳标签 那你就会跟环保署承诺说 我承诺我第二次再做这个 减碳标签我要减多少 然后那个减碳标签是有个期限 那你可以展延 就是三年 假设三年后你承诺要减少一半 好那你没有你发现第二年发现好像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你可以跟环保署是你展延就是六年 那你只要你达到那个减量的claim的时候 你可以跟环保署申请那个减碳标签 但是不论你要申请碳标签 减碳标签就是你就是 我大概就是要有这个滴销啦 滴销就是有查验的费用就是这样 因为环保署那都是写在他的法规里面 温饰器有什么办法 所以那个你就是要花这些钱来做这些事 好那我我我我估计把这个东西放在最后面 那这个最重要嘛 那我有点吵死 那我快速讲完 很多人都觉得说那我产销女帝 我是不是就直接借借就好了吗 这到底有什么玩意的 有农产品跟制造业不一样 工厂的产品他都会有流水耗 工厂的产品他的进物料都会有机可循 甚至他也可以做数位的监控跟分配 可是农产品不一样 比方说我就想他那个豆奶好了 他的豆子都是来自同一块田吗 还是来自不同的田区 同一块田不同田区他的管理 吃肥的记录就不一样 甚至每个产销班喜欢的这个肥料跟挪药制裁就不一样 那是不是一提可用 这个炭足机是要去计算你使用哪些肥料 所以如果你两个两块田是不一样的肥料 抱歉你就是要两块这个表要拆开来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就要去想这件事情 我们通常都会是从产品端去追 然后去评估说我到底做哪个产品适合 所以通常都是劝退 拜托你不要做 除非你可以掌握你的产品 是来自同一个厂区 然后那个管理都是可追溯 而且是很一致化的 不会有说什么冬季又用这个管理方式 夏季用这个管理方式 那个我们身为一个辅导单位很崩溃 因为我们查证单位也会很崩溃 所以通常在选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田我们讲说说有些 我自己有初级加工厂 就是我的产品收完之后我自己烘干 请问一下你的那个烘干地方有电表吗 那如果你常常跑农场的 你就知道田区要有电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再来就是你烘干 我送我这个屏东收获的收去云林烘干 我的天啊救命啊 云林有两个不同的储藏室 这些怎么算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发现 一般做制造业的盘查的单位 他们会很痛痛 甚至他们连这些都不知道 他就是问一问你有电表 你有什么他就拿去计算了 但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的 我们讲分配 还有就是我们要去确保说 制造的过程中藏脂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我们查了这几案啊 或是我们盘查服务的一些客户 其实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都会在运输 有些啊 那比较惨的就是比如说做动物的 他养动物的 他要从国外进口飼料 这个很精灯喔 海运过来 因为资料都一定是几顿几顿的嘛 说那个排放也是很惊人的 好那 就就是运输的这些记录也都留着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假设他说哎呦呦呦我都有留着 那我最怕是那种干货 比如说果干 他可能制造日期是2022年的年底 可是他那批水果或是他那个原物要是2021年的 请问我要怎么去查那个2021年的 所以这里面会有蛮多我们讲的就是 航安来的问题啊 就如果你单纯你只是 你是一个很专业的这个盘查的人 你做过各式各样半导机 手机印表机什么的 你在查农产品里 你就会各种崩溃 那我刚刚讲前面这两个就是 啊花钱就解决了吗 从现在开始啊 我就开始买一个SARS服务 叫做CRM啊 看我的货都送去哪些客户那边 地址多地址是什么啊 我就Googleman算开去 你就知道他那种探索 会自己排放了 那或者是我ERP系统见一见 我就知道我每个厂 用了哪些物料啊去生产我的产品 最怕的就是我的田里面没有电表没有水表 这是我真的是最头痛 所以通常遇到这种我就会说 哎不然你再考虑一下好了 或是你找别人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做 所以呃 产销履历是一个很好 帮我们做探盘查的工具的资料收集来源 但是我们现在做看的状况是 没有办法直接就是 陈尼蒙的系数就变成温室器里排放的数据 那也是因为这个议题的关系 所以现在至少啊 我们自己在呃 农业的这个茶盘查的经验里面 我们有在讨论说 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简易查证 或者是这个简单 就比较符合农民农民可以做的 你总是要开始做吧 不能因为很难做就不做啊 那里面就会有很多我们讲 data management 那刚好也是小妹妹 我们在农客院里面做了六年发现 哦这个这里面很多没被嘎嘎的事情 从资料取的资料清理到全市资料 所以我们今年有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啦 这是比较像是对外沟通用的 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个农业的盘查 或是对于盘查这件事情有兴趣 我们有做一个模组 它在绑在我们的社群的 麦官方账号上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如果你想试试看呢 你就炒QRcode 然后加蚝油 然后你就输入这个 侦探计算机构 然后就可以开始做试算 那试算的依据是根据 我们是做骨組織型盘查的依据 就是人员间接跟制成的直接盘放 那以农产业来说通常啊就是你一个 假设我是种水的 不要讲水的 种菜的好了 你大概会使用到的能源就是烧柴油嘛 你的这个一骨鸡啊 或是这个这个农场里面内部 你可能会需要一些烘干啊 或是机械化制的化石而肥 那你可能会需要柴油 汽油 那瓦斯天然气 然后员工的数量也会 因为通常啦 通常农村地区是有些农场是没有那个地下水的 因为市区到处都是污水处理的出去 那他计算方式就是 呃我们要去算这个员工产生的这个粪便 配器物排放的加碗 我们就是直接拿这个自来水处理厂提供的信息 但如果你是呃就是你是我们讲是 水杯车来载的你就要去计算说几个员工 那他产出的配器物是多少 对应的是多少加碗的排放 所以他就会跟员工人数有关系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老实说 这也不是什么夺飞食的工具 这个在工 经济部底下的法人单位都有在做类似这样的服务 就是检疫计算 那我们自己也在讨论啦 是说是不是农业可以有一些检疫计算 因为我检疫计算我只要说明说 我计算的依据是什么 那在产业界我们叫做什么什么的方案 检疫计算方案 那没有一个法规 没有除非除非我要把这个计算的顺值交给滑包数 不然你要怎么算就是你开心就好 因为我们叫做自愿性揭露嘛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弹性的空间还蛮好的 抱歉我才会死